大家好,这里是可爱多美食,现在正是豆角上市的季节,这个时候的豆角很受老百姓的喜爱,就会买回来做各种好吃的。 今天我就分享给大家我家做的豆角,做出来美味好吃,而且是真的好吃,只需上锅一蒸,一上桌就被抢光。 一起来看看吧,首先我们在锅中加入清水。 水开后把我们准备好的豆角放进来。 我们用筷子翻拌均匀,把豆角焯一下水,这样的豆角吃起来能加脆爽。 把豆角焯至像石瓶中这样翠绿,就可以控水捞出来了。 放在凉水中过凉。 豆角过一下凉水吃起来就脆了。 我们先放在一把放凉,这边烧开的水中我们再放入三颗香菇。 把香菇给它煮一下,这样就把香菇煮开了。 煮的时间不需要太长一两分钟就可以了。 我们再用漏勺控水捞出来,也放入凉水中过凉。 这边把控干水分的豆角用刀切成末。 豆角的营养也非常的丰富,豆角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,可以起到促进胃肠蠕动的作用哦。 豆角切好放入大碗中。 这边再准备一根胡萝卜。 先把胡萝卜切成薄片。 再改刀切成细丝。 胡萝卜也非常的有营养。 还有丰富的胡萝卜素。 多吃可以增强免疫力。 所以我们加入胡萝卜营养高颜色也好看。 最后切成胡萝卜丁。 切好盛入豆角碗中。 和好水的香菇我们也先切成薄片。 再改刀切成细丝。 最后切成香菇末。 加入香菇可以增加我们的口感。 吃起来其更加的鲜美。 盛入豆角碗中。 再加入一勺的食盐入味。 一勺的鸡精提鲜。 一勺的花椒粉增香。 用筷子搅拌均匀。 然后戴上手套下手抓一下。 把豆角的水分抓出来。 然后我们就可以少量多次的加入面粉了。 这里我们不需要加水。 因为我们在抓的过程中都搅出了很多水。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水来和面。 让它们都融合在一起。 这里少量多次加入面粉。 我们可以更好的控制量。 继续抓拌均匀。 最后抓至视频中这样一个面团就可以了。 我们揪出一团来。 先放在手里给它钻紧。 再放到手心中再给它搓成长条。 这样我们一个生坯就做好了。 做好的直接放入蒸屉中。 再把剩下的都按照这种方法搓好。 都摆放在蒸屉中。 盖上盖子蒸15分钟。 趁这个时间我们准备个配料。 躯壳的鸡蛋放入碗中用勺子压碎。 压成视频中这样小的颗粒就可以了。 再把提前准备的酸膜放进来。 再加入小膜香又增香。 用筷子搅拌均匀。 先放在一边备用。 时间到我们的豆角也都蒸好了。 打开盖子看一下。 花香味瞬间扑壁而来。 这样做出来的颜色也都非常的漂亮。 看着都非常的有食欲。 这样我们就可以加出来了。 盛入盘子中就可以开吃了。 啊,真是太美味了。 吃起来满满的蔬菜。 既有营养又好吃。 现在正是天气炎热的时候, 我们就可以来这种做一些豆角来吃。 既不油腻又很开胃。 这样做出来就连挑逊的朋友都爱吃。 就能当做主食来吃。 也可以当做一道菜。 我们再来搭配鸡蛋蒜泥来吃。 吃起来也很好吃。 口感非常的劲道。 像这样做出来的豆角, 就算是放凉了也不发硬。 还是很美味。 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再见。